报 国族整顿内部 两人基本确定离队 一米八三飞翼或火线池云拯救离铁 大家好 我是三峰说求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国族 自从国族输给沙特后 外界对于离铁的用人质疑声越来越多 很多专业人士都呼吁 应该对国族阵容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换学 把不符合要求的人清理出队 但是足协方面一直都没有进行回应 不过根据东方体育日报带来的最新消息 国族其实已经在着手整顿内部球员 两名球员基本确定离队 一名前国脚可能会重返国家队火线池云拯救离铁 在过去的四场十二强赛中 有两名球员始终没有入选过大名单 分别是北京国安边卫李磊和金门虎中场 巴顿 29岁的李磊在四十强赛阶段的时候表现是比较出色的 但由于受到伤病困扰 在十二强赛的四场比赛中一直没办法登场 让国族本就人手不足的边位位置更加单薄 巴顿今年二十六岁 但基本没有得到过为国族出场的机会 这次只是跟随集训 留在球的意义已经不大 现在看来如果李铁决心调整阵容 那么李磊和巴顿将会是最有可能出局的两名球员 既然有人离开 那么就有人一定会递不进来 该媒体还透露前国脚郑征很有希望回归国家队 郑征今年三十二岁 十年前首次入选国家队 此后一直是国族常客 曾经参加过2014年和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 2017年东亚杯郑征以国族主力身份出战 并在国族占平韩国的比赛中首发打满全场 不过2018年世界杯后 随着国族整体出现问题 阵争的状态也不如以往出色 尤其是0比6惨败威尔士的友谊赛 和0比0占平菲律宾的40强赛 他都是场上的主力 需要为球队的糟糕表现而负责 但不能否认的是 具有后场多面手属性的政争 是国族现阶段非常需要的球员 政争主要出现在边后卫的位置上 同时他也能够客串中卫和后腰 而在压上主攻方面 他也比国族阵中的几名边后卫能力更强 因此这位身高1米83的边路飞翼 很有希望火线驰援国族 拯救濒临绝境的离铁 如果政争重返国家队 大概率会出现在左边位的位置上 那么王生超就会从左路回到更熟悉的右路 那么此前在右路一直保守争议的王刚 则大概率会被弃用 但由于国族右路确实人手比较紧张 离铁应该还是会让王刚留在国家队内 让他担任王生超的替补 那么这样右路人员就比较充沛了 张林鹏也能够安心的和蒋光泰组成中卫大道 国族的后防线肯定会比现在更加的靠谱一些 此外张希哲与大宝等人 由于最近表现非常的糟糕 他们在场上不仅没有任何作用 而且经常给队友挖坑 堪称定时炸弹 但目前还没有关于离铁友谊放弃他们的消息 关于这几个人以后会不会继续留在国家队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好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希望赞封的给赞封点要关注 也欢迎球迷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互相交流学习 谢谢大家 再见